HELLO 大家好 這個就是我一個BASE Makeup Tutorial 最主要是說我怎樣上粉底 錄完這個影片之後 我就不會再重複在我之後的影片裡面 說怎樣上粉底 我會說我用了什麼粉底 但我就不會再重複這幾個步驟 或者將來我會做一個更新的BASE Makeup Routine Tutorial 但如果我的BASE Makeup Routine是沒有轉的 我就一直都會用這個方法上粉 我首先說妝前打底 通常我就會洗完臉 或者用包刀抹完臉 然後我就會塗一個爽膚水 最近就用這支CINDERELLA TIME的爽膚水 我在日本買的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功效 都是保濕為主 塗完爽膚水之後 我就會塗保濕GEL 我現在用的就是 Sophina的Gelly Monsterizer 裡面就是這樣的水分GEL 我之前就是用NARS的AQUA GEL 用完之後就用這個 暫時都OK的 如果臉很乾的話 我就會塗這個 CLAIRS的Midnight Blue Calming Cream 這個是PR傳給我的 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就是這樣 藍色的 是一個比較稠一點 和厚一點的CREAM 如果我覺得臉塗水分GEL 不夠想要滋潤一點 我就會塗這個 之後就到MAKE UP BASE 其實我不多用MAKE UP BASE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又買了 買了就用一下 這兩支MAKE UP BASE 我也覺得OK的 而且如果粉底是沒有防曬的 可以塗一個有防曬的MAKE UP BASE 就不用再在底下塗那麼多的東西 那麼麻煩 這支Sophina的MAKE UP BASE 我也覺得挺好用的 又不會太黏 另外 這一支我也有用的 它主要是會撫平你的毛孔 讓你的臉看起來就順滑一點 說完MAKE UP BASE 就到粉底 這三支就是我比較常用的粉底 這支TOUCH的粉底 我想是我這麼多支粉底裡面 最喜歡的粉底 因為其實它是MOOSE狀的 它又不會乾 但它有多貼面 而且它的遮瑕也很好 所以 我最常用這支粉底 那 什麼時候才會用這兩支呢 如果冬天比較乾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支 因為 這支是Claire Depot的Silky Cream Foundation 它是比較滋潤的 如果我覺得臉很乾的時候 我才會用 我用的顏色是010 那這支我用的顏色是什麼呢 Light Medium Sand 但其實我現在白了這一支 已經是對我來說 有點暗了 我可能要多買另一支 我可能要多買另一支 最後是 EXT Lauder的Double Wear Stay in Place Makeup Foundation 就是Double Wear Foundation 這個我正在用什麼顏色呢 這個是什麼顏色呢 我正在用的顏色 就是2WO Warm Vanilla 其實這個顏色已經不適用了 因為是深色過我現在的顏色 因為我都是白了很多 但是我很喜歡用這個粉底的 尤其是如果是我要出一天街 我知道有機會會溶妝 還有沒有時間補妝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 或者我有時跳舞會出汗的 我都會用這個 它的質地不算厚 但是還是一點點乾 我通常都會把它混合一個 Monsturizer 即是混合水分Gel 混合然後塗上面 如果我鹽它太厚 但是如果我想要超級全遮瑕 就不會混合水分Gel 其實這三支粉底 都是全遮瑕 這支有15度防曬 這支有10度 這支原來它是沒有的 可能你就要塗一個 有防曬的化妝底 粉底方面 可以遲些再拍一段影片研究 但今天我會用的粉底 就是Tarte的Amazonian Clay 全遮瑕粉底 我今天用的粉底 都是我最喜歡用的 Tarte的Amazonian Clay 全遮瑕粉底 每次用大概需要這麼多 我會點它在臉上 然後我會用手指印粉底 然後就會用一個Beauty Blender 或者掃來混合它 避免Beauty Blender 或者掃吃太多粉底 要不然會塗很多 都好像不夠 這樣 然後就會用Beauty Blender 忘了塗完唇膏 其實是 之前我上過粉底 已經應該要塗完唇膏 不過現在塗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 你化好整個妝之前 就最好塗了 因為你塗上唇膏的時候 塗上唇膏就會太乾了 之後就到遮瑕了 首先我還是會用Tarte 塗在這些眼圈 或者濾溝 顏色比較深一點的地方 先遮瑕眼圈 這個眼圈位 然後我就會再用NAS 這個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再在這些位置塗多一次 而且都會遮遮這些 紅一點的位置 暗牙的位置 的位置 其實基本上 用手指都可以 均勻均勻 但如果你覺得很不確定 想再均勻一點 都可以用這個 濕濕的Beauty Blender 再在上面印均勻 塗完遮瑕膏之後 我就會用碎粉 我用的碎粉 就是這個ByTerry的透明碎粉 通常碎粉的蓋子已經黏了碎粉 我會用細掃的碎粉 如果太多的 我就會拍一拍 然後我會先塗遮瑕膏的位置 如果剛才塗遮瑕膏的位置比較黏 我就會用 拍上去的方式 那些粉就會 很固定 上得 之後我就會用一個 大一點的碎粉掃 整面就上碎粉 上次有人問我這個掃是什麼掃 其實這個是 Charlotte Tilbury的Bronzer Brush 其實它是用來上Bronzer 不過我覺得它毛質很舒服 而且它又夠大 所以我就用來上碎粉 大部分時間我都是會上碎粉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臉黏著 但有些人可能上完BB Cream 就不流行上碎粉 但個人來說 我就一定會上碎粉 因為如果不是 我覺得妝會很容易用 其實摸上臉 不是黏黏的 就OK的了 那如果你看到臉上有些印 那些 你也可以用一個遮瑕筆去遮一遮 那可以用這些遮瑕筆 或者你用遮瑕膏 然後用掃相也可以 那在這些位置 就點一下它 我比較喜歡用手 不知為何 我比較喜歡用手 不知為何 因為手是有少少熱力 可以溶一溶 遮瑕膏 至於穿斑 其實我就不常常會遮瑕膏 因為我都習慣了它們在我臉上 那我儘管試一下遮瑕膏 我沒試過遮瑕膏 其實我沒試過遮瑕膏 原來也遮得不錯 它這個顏色 跟我的粉底很配 那為什麼我會上了少少少碎粉 然後再重點遮瑕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上完碎粉 你的臉乾了 那你再塗少少少遮瑕膏 其實會比較貼 如果你還未用碎粉 設定粉底 然後再搭遮瑕膏上面 就會滑來滑去 遮瑕膏就會上得不緊 好了 那我這裡遮瑕膏之後 然後我又拿回這個細掃 拿回這裡的剩餘粉 真的不需要太多 很輕輕地在上面 再設一設遮瑕膏 那這個底妝就完成了 那好吧 希望今次這個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下留言問我 好的 拜拜 拜拜